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,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喊话中国,希望中方运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,以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。 此外,纽兰还表示,如果乌克兰爆发冲突,将对全球经济和能源领域造成重大影响,这对中国来说也没有好处。 不过,对于纽兰的表态,中方的回应也十分干脆明确,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,解决乌克兰问题还是要回到新明斯克协议这一原点上。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,不做刺激紧张局势,炒作渲染威胁的事情。 显而易见,中方在对美国亲手挑起乌克兰危机的举措,予以不点名地谴责。 同时,也告诉纽兰,乌克兰危机是谁点的火,就由谁自己去灭火,中国不会去干这种傻事。 中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,不大可能会在俄乌争端问题上进行战队。 不过,中俄两国尚步封顶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,让中国虽然不会帮着俄罗斯对付乌克兰,但在莫斯科对抗西方挑衅方面,中方理所当然要为普京政府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。 在西方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仍在这个地球上肆虐的时候,中俄面临着相同的威胁,已经处于一种纯王齿寒的生死之交状态中。 所以,正如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所言,中俄关系现在是不是盟友,但盛似盟友,美国应该清楚的是,惹了中俄其中一个,另外一个绝不可能会无动于衷。 这就意味着,美国在欧洲招惹俄罗斯,必然会导致中俄两国的联手反击。 日前,中方应美方的邀请举行外长电话会晤,期间,中方就乌克兰问题对美方释放出明确信息,各方应保持冷静,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西方充分的重视。 对于中方的表态,外媒立马予以高度关注,他们认为一旦美国对俄罗斯适时制裁,中方可能会帮助俄罗斯减压。 路透社则指出,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让俄罗斯付出代价,中国可能会采取行动。 因为,中国虽说不支持动用武力解决乌克兰问题,但中方完全支持俄罗斯对北约的看法。 众所周知,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就是美国一手挑起的,目的就是正在为其长期控制欧洲创造机会。 在美国所挑起的这场危机中,俄罗斯再度面临自克里米亚事件以来的最严酷挑战。 北约,欧盟还有东欧的一些小国,都在美国的同一些条下,从不同方向和不同层面,对俄罗斯发起前所未有的全面围堵, 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欧洲大陆几乎沦为了一座孤岛。 事实上,俄罗斯向西方提出有关停止北约东扩等诉求,一点都不过分。 原因很简单,北约长达数十年的东扩行动,已经将绝大多数元华约军事集团的成员都纳入其中。 现如今,北约又盯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原前苏联加盟共和国, 一旦让他们得逞,俄罗斯在面对北约军事威胁的时候,就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了。 所以,俄罗斯必须冒着不息一战的巨大风险,竭尽全力阻止北约扩张脚步继续前移。 美国和北约相继对俄所提交的安全保障协议草案的书面回复中,拒绝俄方所提出的交易草案。 另外,美英等国还通过为乌克兰提供武器,宣布撤走在无外交人员家属等手段, 继续在乌克兰紧张局势煽风点火,导致欧洲紧张局势并没有因俄罗斯与西方举行多轮会谈而有所缓解,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 所以,随着乌克兰问题危机的高招不退,俄罗斯所要面临的考验也将继续增加。 就目前欧洲紧张局势而言,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已经随着俄乌两国在巴黎达成共识而有所减少。 然而,西方虽说不大可能会在这危险时刻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, 但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等行动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强。 所以说,中方这时候就乌克兰局势所释放出来的信息,对俄罗斯或者美国来说,都意味深长。 毕竟,中国虽说不会被美国忽悠卷入乌克兰危机泥潭中,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对西方遏制俄罗斯的行动视而不见。 中国会不会如外媒所言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时候,帮助普京政府展开反制, 这要等到西方动手后才能知晓。 但至少,中国此举对增强俄罗斯对抗西方挑衅的底气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。 与此同时,中方所释放出来的明确信号,将迫使西方在制裁俄罗斯之前, 不得不掂量掂量后再做决定。 毕竟,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面前,西方必须考虑一下, 自己是否能够承受来自中俄联手反制的代价。 下集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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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